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广东省中山市星期四发生了暴力争地事件 当地村民星期五告诉本台 五六百名包括公安以及身份不明男子 戴头盔持警棍闯入该村 试图占据四十多亩的土地 近百村民上前阻止遭到殴打 有二十多人受伤住院 有二十人被拘留 当地公安对本台证实有村民被抓 据中国媒体报道 赖昌星涉嫌走私案侦查终结 已经移交厦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当地法院也已经受理 7月23日赖昌星由加拿大遣返回国后 厦门海关砌司局依法对他执行逮捕 经查证 1996年到1999年 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 并且对数十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涉案金额巨大 中国外交部网站证实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骏 日前与伊朗进行政治磋商 近日伊朗威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 而引发的争端 引起了中国的高度关注 路透社的报道说 过去十年 中国对石油的需求迅速增加 而且日益依赖中东地区的原油供应 截至今年10月 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 日均多达54.7万桶 伊朗是中国最重要的石油供应国之一 中国官方首度公开证实 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 28日晚击毙了7名维族青年 原因是他们想要前往国外 参加圣战训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官员 向媒体透露 这批嫌疑犯共15人 他们都是受圣战思想毒害的 新疆当地青年 他们试图自皮山县出境 接受恐怖组织的训练 参加所谓的圣战 被中国警方拦截击毙及抓捕 广东省公安厅 由于网络安全方面的差错 导致超过400万大陆民众 申请往来港澳证件的 个人资料外洩 据香港东方日报星期五报道 多达440万人的姓名 护照号码 港澳通行证号码 申请日期以及出生年月 联络地址和电话等个人资料 都在官方网站上被公开 甚至有一些银行用户的卡号密码等资料 也被人放到迅雷网公下载 有分析认为 隐私被泄露 不仅可能造成诈骗案增多 还会对人民的生命与财产造成威胁 台湾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香港事务局局长朱熹 新任香港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主任 梁志仁 星期五代表双方政府 在香港签订了台港新行约 过去台港行约都是由民间相关业者和组织来签订 但这次首度由双方据官方职务的代表签约 台湾的陆委会表示 这次签署的行约彰显了官方性质 也提升业者经营的便利 以及旅客往来的便捷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古济柔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